车辆停等红灯 突然一旁冲出一辆轿车飞了过来 车辆悬空侧翻90度撞上风格道 接着从轿车挡风玻璃前飞过 360度翻转消失在画面当中 从新车记录器看 轿车从左侧翻滚而来 整辆车腾空板筋喷飞 速度快到不行 帮你拉出来你冷暖一下 车子四纹朝天 肇事驾驶卡在车内 消防人员紧急把人拉出送一救治 没想到经过抢救 男驾驶不致身亡 28号晚间八点多 35岁男性男子开车 行经国道三号大驾路段 任意变换车道 疑似救驾遭警方锁定 他竟加速逃逸 时空冲出风格道 又撞上停等红灯的车辆 翻覆在一旁草地 他刚好少过我的引擎盖 如果前面一点我就再见 目击事发过程驾驶下的惊魂未定 警方调查发现死者是通气犯 在车内也找到 安非他命吸食器 虽然没酒驾 但疑似因心虚逃逸 酿成死亡车祸 记者林世昕 王百英苗栏资访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